哎呀,看来这周都是要来做预告解析的 而这次可是一位全新的漫威角色,惊奇少女 有些人可能对于这个角色不太熟 但是就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影集也值得期待 大家好,我是超力方,感谢点击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来这道,只要点一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制作最新必看影视解析,快来一起跟上 按照惯例在迈入今天的预告解析前 我们一样先来了解一下惊奇少女的漫画原作背景 顾名思义,其实这个角色已经是惊奇队长Carol Danvers等三位角色之后的第四任惊奇少女 首次登场于2013年Captain Marvel第14话之中 跟众多历史悠久的复仇者联盟角色比较起来 算是一名相当年轻,却又受到漫威寄予众望的心教 并且自隔年2014年2月开始拥有个人连载 虽说漫威过去有出现回教徒角色 但拥有高人气的Kamala却是第一位拥有个人连载的穆斯林 超能力是生长、延展四肢和改变体型 甚至可以像蚁人一般放大或缩小自己 不过这次预告中的画面显示 Kamala超能力很有可能被改变了 而这个我们稍后再提 身为巴基斯坦后裔的Kamala是一名高中少女 因为她的书带子性格和父母严厉的管教 经常遭到同侪们的排挤和嘲讽 但还好有两个跟她兴趣相投的好朋友Bruno和Nakia陪伴 除了这两位好友为她带来的心灵慰藉 她还常泡在社群软体、电玩游戏迷恋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 Kamala获得超能力的过程是在某晚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鲁蛇 背着父母亲来到一个海边派对 回家路上她遇到漫威宇宙中相当知名 可以诱发或引起突变唤醒艺人足潜能的泰瑞跟迷雾 在其中她失去了知觉 并在幻觉中看到她最崇拜的三位英雄 美国队长、钢铁人以及金奇队长 这三位偶像问她她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顿时迷媚魂上升的Kamala说她相当崇拜金奇队长 而当迷雾消失之后 惊魂未定的Kamala发现自己外貌竟然变成年轻时期的金奇队长 并获得了变形的超能力 当晚她在海滨拯救了稍早在派对中言语霸凌她 因醉酒而溺水的一对同时情侣党 之后还在Bruno工作的便利商店中阻止了抢劫犯 意外发现重弹的自己可以透过变化形态来疗愈自己所受的伤 从此立志保护纽泽西的Kamala就化身为金奇少女 在我们大概了解金奇少女的背景之后 就让我们来一睹这支充满活力的预告 越来越多内容要我们追几乎都看不完了 不过在爽爽追剧的同时 你可能暴露在危险的网路环境当中 只为了追剧看电影 难道就真的表示你要甘愿被监视跟害路吗? No Surfshark VPN是虚拟私人网路工具 透过更改你的网路IP区域 确保那些大型网路企业无法追踪你平时的网路行机与使用习惯 同时更动网路IP更可以让你解锁众多区域限制 而在众多VPN选择之中 Surfshark VPN连线速度极快 又不限制你同步使用的装置 又比市面上类似强度的选择优惠许多 当然如果除了网路个资外泄之外 你还希望巩固更广泛的网路安全 就可以考虑Surfshark 1 一次搞定你所有个人隐私与网路安全需求 Surfshark 1一共包含四大功能 Surfshark VPN确保你的网路个资不外泄 Surfshark Antivirus防具你装置受到侵害 Surfshark Search 不然你所有群网也不留痕迹 Surfshark Alert一旦数据外泄最快通知你 现在只要到这支影片留言处点进链接 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TSCUB 就可以获得Surfshark VPN一七折的超级优惠 和三个月完全免费 快来试试看Surfshark VPN 让你可以最安全地继续追剧 首先漫威影业的招牌字卡 与开头变抖大的出现在萤幕上 这次字卡随着一部想必版权非常贵的流行歌曲 The Weekend的Blinding Lights 变成了一动画方式一闪一闪映入观众眼帘 接着又19岁新秀演员Amand Villani饰演的Kamala 这种微笑面对笔记本做着白日梦 在Kamala笔记本上可以看到他画了蚁人以及人蚁的漫画 这相当符合他在原作漫画中 乐于撰写《复仇者联盟同仁小说》的设定 而在一旁放着的是一本世界历史课本 仔细看看课本封面上是法老面具和象形文字 没有没有联想到谁 没有错就是和埃及文化密不可分的月光骑士 再两周我们就能看到了 接着Kamala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老师在演谈中跟他表示他完全懂他的遭遇 Kamala只是一脸狐疑反问老师到底懂了什么 随后女同学Zoe也因为她身穿一件复仇者T恤对她做了嘲讽 在此我们不难看到Kamala高中生活受到同侪排挤 过得大概并不如其他人顺遂 然而她依旧以笑容和少女情怀面对一切 在Kamala的想象中Zoe头上长着恶魔的脚 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角色是Muffis Kamala穿的这件T恤上有着三位漫威女英雄 由走到右分别是黄蜂女 惊奇队长以及女武神瓦尔吉利 这很有可能是在暗示A-Force 这支全女性复仇者联盟分支在漫威宇宙中出现 我们之前在《终局之战》中就有看到 对于这支队伍非常 微妙的暗示 而上面的字写着 Let's get information 应该是在致敬Beyonce的歌 Formation这一句 随后我们可以看到Kamala和同侪相处的镜头 在她与Bruno的对话里 Kamala正抱怨着女同学把她当作怪胎 这里我们也看到了Bruno所工作的便利商店 接着Kamala毫不掩饰盯着一名男孩 她的名字是Kamron 这非常值得注意 因为在漫画中 Kamron跟Kamala一样也被泰瑞跟迷雾包围 从此之后身体发出影光 还能发射出能量 或是将这能量转移到物品之中 使其爆炸 不过她后来悲鸣黑道招募作为打手 不知道Kamron在这里会有什么发展 接着看到Kamala想象自己身穿惊奇队长战斧 来个Superhero landing 毕竟在漫威电影中 英雄落地就是迈向英雄的必经之路 这个动作在2016年死世中 早已被这个剑嘴傭兵大大取笑了一番 然而漫威并没有因为死世的笑话 停止让其他英雄们在电影里做出这个招牌动作 去年的黑寡妇中 虽然Yelena同样对姐姐Natasha的英雄落地感到可笑 然而在最后她同样也使出了这一招 接着还可以瞥见Kamala 穿上惊奇队长的战服后受到众人拥戴 以及心爱的男生拿着玫瑰等她下课的几个画面 办公室老师一声弹指打断Kamala的白日梦 而大梦初醒的她 则是一脸无奈向老师表示 难道一定要在午餐之前想好自己的未来吗 接着Kamala和Bruno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坐在屋顶上聊天 这边她似乎无奈地和Bruno说着 或许嘲笑她的同学们并没有错 她也许真的花了太多时间做白日梦 接着一幕众多穆斯林进行膜拜仪式的画面 镜头一转身为复仇者联盟大粉丝的Kamala 来到举办于纽泽西的复仇者联盟活动 她看着展示出的惊奇队长战服 并展现出显而易见的兴奋神情 在这里Kamala参加复仇者联盟活动的画面 致敬了2020年的复仇者联盟游戏 而漫威第四阶段一直以来最大的主题就是传承 看来这部影集也会阐述惊奇队长这个在现实中 并不是特别受欢迎的英雄 如何启发Kamala这样的女孩 有样学样的她在身着自治竞技队长战俘 站在镜子前沾沾自喜后 母亲则是跟她说 这不像你 意图将深陷百日梦的Kamala 从幻想拉回现实世界 Kamala继续向Bruno表示 来自纽泽西的宗种少女 通常不是拯救世界的人 接下来她戴上了一只她在阁楼发现的迷样手环 而在戴上她之后 她便拥有类似DC绿光战警的超能力 利用能量来创造形体 很显然MCU真的放弃了她根深蒂固的身体延展能力 很多漫威迷期待已久 盼望由旌旗少女影集中 带出艺人组角色的梦 也可能再次幻灭 目前看来她也许被漫威影业 彻底改显成一名没有手环 并没有超能力的角色 类似文武的实环 不幸的是 她在漫画中的角色成长 以及艺人组能力 作为她身为二代移民的类比主题 也可能会被抹除掉 不过既然要拍这个故事 我相信漫威一定会找到别的方式 阐述这个主题的 但是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改动 我们就一个面向一个面向来看好了 把身体延展的部分改掉 也许是因为前几代 惊奇四超人的前车之间 发现真人版拍出来会有点蠢 所以直接避开 又或者是要把这个能力保留给 已经在规划的 惊奇四超人电影之中的惊奇先生 那么为什么让她改为 带着手环获得超能力 而不是透过泰瑞跟迷雾 也许是因为之前艺人组的彻底失败 加上漫威从来不承认 同样也有艺人组出现的神盾局特工 现在已经放弃把艺人组 引入电影宇宙了吧 不过也不用就此气馁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这个手环看起来似乎是外星科技 很有可能是NegaBand 也就是当初克里族的至高智慧 给予第一代惊奇队长Marvel的手环 可以将抑制能量 成为实际的体格能量 增强体力速度 放射能量波等等 而我们也知道 艺人组是克里人 对人类的实验而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手环也许是他们的科技 其中藏着泰瑞跟水晶能够启动艺人族基因之类的 而且仔细看看 他那个跳过空中的画面 手脚都异常的伸长 也许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漫画的经典能力 得到超能力之后 家人也纷纷感觉到Kamala不对劲 速度追问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Kamala只是表示他没事 刚在父亲闯入他房间之前 使用超能力将门带上 还可以在他的幻象中 看到家门透露一道光以及迷雾 也许这就是泰瑞跟迷雾 对于曾经阅读过惊奇少女漫画原作的漫威迷来说 想必对目前为止预告中 Kamala身为惊奇队长铁粉的设定绝对不陌生 不仅仅在漫画中将自己取名为惊奇少女 这边短短几秒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床头上贴着 满满的惊奇队长海报以及涂鸦 床后的海报就是2012年Captain Marvel第五集的漫画封面 看来漫威宇宙跟罗根一样 超级英雄们实际上会有自己的漫画 不过就算如此 相信惊奇少女影集会更详见的解释 为什么Kamala是如此崇拜惊奇队长 毕竟在MCU里 惊奇队长才来到地球上不久 只在终止之战稍微出现一下 也许在惊奇少女中 Kamala为何会如此钟情 Carol Danvers会有更有趣的原因也说不定 早先提到Bruno打工的便利商店 在这里扎得粉碎 其实在原作中不只是Bruno在这边工作 也因为Kamala经常来这里串门子 并时常与Bruno在楼上狭号 因而被视为惊奇少女的基地 而这家便利商店被炸掉 很有可能是是Kamala为敌的恶棍们所犯下 大家看到这家位于街角的商店 有没有想起蜘蛛人返校日中 Peter常去光顾的Delma手持店 一样复制一具的画面 或许这就是在暗示者成为一名超级英雄 就无可避免地会波及到身旁的市井小民 Kamala在随即而来的画面中 展现他戴上迷样手环之后所获得的超能力 还可以让他在空中行走自如 眼见一群大人物来访 警察拉起了封锁线 让几位身份未知的角色进入一栋建筑物 这几个人是谁 神盾局 在蜘蛛人无加日出现的损害管理局 或者是汪达幻世中出现的天剑局也说不定 接着还有几人一字排开在迷雾之中 根据谣传 惊奇少女的反派将会由Klandestine 这一支强大的魔法家族担任 这个家族的祖先Adam Destin出生于12世纪 在一场致命的意外之后 梦到一名神秘的女子而奇迹一般的痊愈 之后更找到一颗水晶 在打破之后蹦出一只精灵 也就是他当初梦到的女子 他们两成家立业家族就这样一直延续到现代 也许这个手环就是他们的家传宝物 不过我觉得这群漫画角色 实在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太大关联 所以这群神秘人物可能也是克里祖 或是石克鲁人就是了 在一连串快闪画面中 会见Kamala获得超能力之后的生活 并在她的口述中表示 她一直想要如此过生活 但却没想到是这样子的 这其实也对应到背景音乐Blinding Lights这首歌 Kamala因为超级英雄的光芒而盲目 必须学习这样身份随之而来的责任 这段画面中 我们看到Kamala使用巨型拳头试图攻击一名对手 根据这面角色的造型来判断 这就是惊奇少女漫画中的红匕首这个角色 之后成为交换学生 进入纽泽西的Cose高中就读 也支持Kamala的学校 更寄宿在Kamala家里 不过Karim在漫画中算是个英雄角色 两人为何搭起来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一场误会 两个人都蒙面而以为对方意图不轨 也许Karim在影集中会扮演更为道德模糊的角色 帮助刚提到的Clandestine家族 或者是克里人之类的 在展示Kamala强大战力 甚至打飞一辆车等众多画面之后 一名长辈问着他 你知道自己是什么吗 也许这里就是要告诉Kamala 他们家族里的艺人族协同 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兴高采烈地说 自己是一名超级英雄 最后打上惊奇少女的字卡 看到他穿着漫画中的招牌服装 坐在路灯上完美复制Miss Marvel第五集的封面 我们已经知道他会跟汪达幻世中的Monica 一同出现在惊奇对长续集之中 也许因为Kamala拿走这个 带着克里族科技的手环 就此被卷进即将到来的影集 是克路人以及克里人的秘密入侵事件之中 更进一步带到惊奇对长续集的故事 就看这影集会怎么发展 现在就得有画面上连结 看各式各样解析 我是超立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